剛剛您把ADIFERENDER安裝起來之後 打開有沒有覺得跟PowerPoint有點像 有一些範本對不對 雖然它範本沒有很多 但是呢 其實你也可以從PowerPoint把檔案交進來 對 它也支援 所以你可以看要不要任選一個範本 或者待會呢 你就從PowerPoint選好你的範本之後 增加幾個頁面丟進來 也可以 好 那我就先挑一個 挑完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它就選擇 您是要直接來做這個空白工程 還是要錄製 因為它是做數位教材用的 所以說呢 它也可以錄 跟我們OBS一樣可以錄螢幕畫面 甚至它也有什麼 也有這個 藍綠幕區培的功能 只是呢 這個軟體比較特別 我們一般的軟體都是有什麼 比如說時間的限制 或者有很多功能的限制 你不能用對不對 這個軟體 雖然也有付費跟免費 可是它的限制 比較特殊一點就是說 你今天即使你是免費的 你所有功能都可以用 當然它的限制會出現在哪裡 出現在你輸出的時候 如果你有用到付費的功能 它會有浮水印 就這樣而已 也就是說它所有的功能 你都可以用 只差在有沒有浮水印 好 那我們剪接的功能 這一塊是完全免費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我帶有輸出的時候 那個畫面會不會有它的浮水印 或者不能用 好 那我們就直接在空白工程就好 你看點下去 這樣有沒有像 如果你覺得這樣還不夠像 沒關係 我從上面這裡來 PowerPoint乘坐換燈片 這邊叫換燈片 這邊叫換燈片 點開有沒有覺得更像的一點 對不對 你可以有不同的什麼 布景啊 布局的方式 按一下 這樣應該更像的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在下面 因為下面是不是多了一個時間軸 所以你等於用這個方式 來做什麼 來做影片的剪輯而已 那麼因為它是做數位教材用的 所以說其實啊 我們老師如果 比如說以後 想要看魔術師的課程 或者是說 你自己在課堂上 我自己讀教材也OK啊 你可以同學看 不一定要變成魔術師課程 那 您可能是課程裡面 有這一堂課的標題 有一段影片 可能還有其他的圖片 或者是文字的補充 是可以放在裡面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比較完整 一個單元一個單元的 而且呢 你要修改會很容易 那 比如說我在這邊 這是標題 那我們就說 這個是 這個是 比如說 現在這個 像這樣子 OBS 好 我就有一個標題 然後呢 我的影片我就丟到這邊 來 好 就把它丟到 那怎麼丟 最簡單的方法 就跟我們剛剛一樣 用圖音的丟進來就好 所以你先找到 你先找到 你剛剛的那個影片 但是這個你可能要轉檔一下 MKV我忘記它 能不能進來 它也可以 所以你不短檔也OK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影片 從檔案總管 就這樣把它丟進來就好 好 就這樣把它丟進來 這樣就進來了 那 有沒有規定 一定要滿版 不一定 看您要的講解 所以我在這邊 這樣子 你把它拉一下 它這個畫面會自動縮放 這個呢 比如說 這是章節一 T1 你也可以 再找其他的什麼 照片檔案啊 那些 一樣可以把它加進來 比如說 我們再把那個 同學 交進來 這樣可以嗎 對不對 去背的一樣 可以在檢包裡面用嘛 好 我就可以像這樣 那這個地方呢 你看一下下面這裡 你可以把下面的時間軸 放大一點 像我現在這個一樣 有沒有 下面這個時間軸 你可以放大一點 上面會自動縮放 會自動縮放 所以等於說 我現在要開始上課了 有一段這個影片 介紹一下 那您可以再加一些圖片進來 可以再加你的圖片 或者是你的文字 把你的文字進來 這樣是不是就 教材 要做就簡單了 因為我相信 平常大家 比較不會在哪裡 PowerPoint裡面去剪接影片 雖然它也有類似的功能 它現在比較新版 都有類似的功能 可是 大部分大家比較不會用這樣 防止做 但是呢 這一塊你要做就相對容易 相對比較容易 那要怎麼樣 待會呢 您可以先安排一下 等一下我再介紹一下 如果說你要剪接的時候 可以怎麼剪接 所以 你可以相當 那我剛有提到 如果你想好PowerPoint 教材來 行不行 可以的 從上面這裡 剛剛我們新增 換增片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 我就需要PowerPoint 沒關係下面這裡 對不對 你可以從這邊把你的PowerPoint 因為有些時候你覺得 啊 PowerPoint那邊的範圍 比較漂亮 你就從這邊去找 這樣也是OK 我看一下PowerPoint 放在哪裡 看那個檔案 好像沒有存檔 現在我剛增加了一個PowerPoint 好把它放進來 它就會問你 請問你要增加哪幾個頁面 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挑 那我如果這三個都想加進來 就按確定 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所以你就可以用它 在PowerPoint裡面的這些飯盆 跟它的這個東西 就可以自行放在裡面 因為很多老師 應該都有自己的PowerPoint 對不對 你就不用說重做啊 我就在這邊就準備好了 只要把我的視訊 加到適當地方就好 那調整順序有沒有變得比較簡單 你今天哪一段要先講 我就這樣調上去就好啦 對不對 就變得容易了 所以你可以先安排一下場景 等一下我們來看那個剪接怎麼做